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童年刀注意事项以及操作视频 童年刀是由我们雷达金雕 还有我们的一个超声刀组合 它们总共都会有六个头 标配是标配三个脸部的 脸部头的话我们都是由深到浅去操作 我们先让4.5头是打在我们的一个筋膜层去收紧的 然后3.0头的话是打在我们的胶原层去激发我们胶原蛋白增生以重组 1.5头的话是打在我们的表皮层去去皱的 好,我们再看剩下三个头 这三个头的话4.5头是做我们的一个胸部的一个下垂 还有我们的一个腹乳的问题 8.0跟13这两个头的话是塑形瘦身的 超声刀这也是一样 有1.5,3.0,4.5 还有三个头是胸部跟身体的都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界面 我们开机界面的话就是会显示我们的雷达金雕 还有我们超声刀的一个图片 所以我们插探头的时候 然后根据它们在哪边就 连接哪边就行了 我们现在先点进去看我们的一个金雕 点进来就可以看了 第一我们先看一下 雷达金雕这里 你插哪个头它就会显示哪个头 我们现在插的是4.5 所以它显示的是10.5头 下面这个是探头的总发数 过来这个是我们打多少发 它就是激素多少发 下面这个是剩余的总发数 中间这个的话是我们能量的调节 能量一般建议6到8 一般从6开始 然后再根据感觉慢慢调 然后这个分别是频率 频率的话也是一般是7到9 7到9 最高是9 我们从7开始 然后这个是停止 再准备 点这里可以按准备 然后我们手柄就是一个操作键 按我们手柄的操作键 它就会可以开始操作的了 操作的时候的话 它会有 探头会发出响声 我们可以按下这里 可以关掉声音也行 可以开了声音也行 打完的话就是已经关掉操作的声音 然后打开的话就是打开操作声音 会发出这个声音 放开它就没有了 一直按着的话就在它在操作中 好 然后我们反回来看一下操声到这边 要停止 这样反回 然后操声到这边 操声到这边的话也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是你插哪个头 它就会显示哪个头 我们现在查是4.5的 下面就是总发数 然后这个你打多少发 显示多少发 然后这个是剩余的总发数 中间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能量调节 能量调节一般建议是 从0.8开始 就根据客户的能量去感受去调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点一点的距离 就是能量发出的一个达到点一点的距离 这是停止键 然后这个是准备键 还有我们还有两个模式 现在H模式的话是快模式 它打的操作的能量是快的模式 我们按一下这里就变成二楼 二楼的话就是一个慢模式 这两个模式的话就是 你操作快 它都感觉可能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要操作慢的话 它感觉就会比较不明显 然后你看根据客户去选择 然后时间肯定如果说你快 它操作的时间也会比较快一点 然后你慢的话 操作时间也用的就会比较久一点 我们现在准备操作 操作操身刀这边的头 一定先把凌胶涂上 可以涂多一点 然后再把凝胶一定要抹均匀 抹均匀再开始操作 抹均匀再开始操作 抹均匀后我们就可以操作 我们捏这边手 然后轻轻的拉一下固定一下 然后我们操作 操作它发出的能量的话是在我们这个线以内 还有它发出的设施中间 我们打一下亚克力板看一下 亚克力板的话它有三个不同的一个厚度 有4.5的 3.0的 1.5的 厚度都是不一样的 最厚的肯定是4.5的 最薄的是1.5的 剩下的那个就是3.0的 我现在打的是1.5的 打凝胶也 打亚克力板也要推击胶 因为它是硬的不补皮肤 是软的 这是它打出的能量 就一条线 就根据这条线发出来的 然后这两条线之内 我现在开始操作 从下面把它的那些多余的肉 这样拉上来 不要打在骨头上面 这是骨头那我现在这条线子的不是在骨头上 这个材质在骨头上 拉上来就不是骨头上了 然后打 这个键与我们屏幕里的开始跟暂停键是一致的 这也可以按开键也可以按解释就是这个键 然后这个大的键就是操作 能量操作键就这里 按一把它就亮就在操作中 然后灭了我们就要移下一个 距离不要很远 因为它打出来就一条线 你也看到是一条线 所以不要这一下子这么移动 这么扛 我们要一点一点的鱼 一点一点 我们都是从这里 然后打到它一个全骨以下的行动 不要打在全骨以上 不能打在骨头上面 骨头上面 我们第一横打完了对不对 一直打在这打完了 那我们第二横也是一样勾起下面多余的肉 然后打 一把 一把打完了 那我们就要移动到下一个 不能一直在这里按 一直在这里打 一定是打完了就要移 要一直打 一直打 要打到全骨以下就行了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的 一直打 一直打到全骨以下就OK了 那我们竖的这样打完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这种横的 这种横的 横的打 横的也是一个一个的移 一个一个的一个的移 移到这里就行了 然后这边也是都一样 然后下面然后第二横也是一样 打过来就行了 然后法令纹 法令纹的话 我们要斜的 对着它法令纹 要按 法令纹也是一个一个的外移 移到差不多 进骨头这个位置 不要一直打到苹果鸡这边过来 不要 就差不多 靠进骨头就OK了 好 这是4.5头 好 4.5头的话 操作的部位也知道了吧 就是从我们 我们的一个下线 然后操作到我们的一个 苹果鸡这里 就不能打在这三张的正身面 一定是它的一个裙骨以下 这里就停的了 这条线这里 要一个格 一个格 一个格的上来 然后再横着 横着 这样打就行了 法令纹是把它打外扩出来 就OK了 我们4.5头也是可以操作 我们的一个脖子的 脖子的话 我们也是 也是往上 可以拿这边手提拉一下 然后往上一个一个一个的打上来 就行了 也是一横一横着打 往上来就OK了 然后再横着这样子 竖跟横着打 知道吗 就行了 好 我们 呃 还有我们它的一个创造的话 也有几个禁忌的地方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脖子的话 它的一个喉结 我们是不操作 不肯操作的 它的一个旁边 旁边会有大动脉 那我们也避免一下 稍微要避免一下 嗯 然后脸部 脸部的话 它眉毛 眉毛横过来 以下 我们都不打 就鼻子 然后眼中 我们的一个下巴 这里都不打 嘴巴多出一纸 然后才能打 然后LG 耳机的话也是多出一纸 耳机也是多出一纸 打到这里就行了 然后我们看眼穴 不打 把剂线 我们也不打 把剂线也不打 把剂线也不打 把剂线也是进去了 眼睛的话 我们眼眶以内都不能打 脸眶以外 一定是要打在骨头上面 不能打脸眶以内 好 现在我们操作是三点铃头 也是同样这边手 然后固定一下 然后再从下面也是操作也是一样的 也是 分一横打 一横打 打到群骨以下 也是一样的 一横打到群骨以下 然后再横的这样打 然后发力尾也是 然后打到这里 差不多骨头这里就停了了 然后再竖行打到一个苹果肌就OK了 它3.0头的话 也是可以打额头上面 把能量调小一点 不要打到我们的额头就行了 以下就跟我们4.5超多的部位是一样的 那我们先手额头 额头的话 涂凝胶 一定要涂凝胶 它眼周围也可以打一下 但一定要救激它的一个看眼线 眼周围 它不能打到我们的一个眼眶里内 但是你一定是 比如说我现在是探头 一定是 把探头放在这里 然后轻轻把它的一个皱纹拉一下 拉到我们骨头 骨头这里要打 第8 要打然后第2发 第3发 打3发 一个看了固定打3发 然后再移动 第2个 然后也是 拉筋拉一下下来 是往下拉 往下拉 然后第1发 第2发 第3发 这也是 眼睛就分3个部位去做一些 然后都是第1发 第2个 第3发 它的额头 额头的话 也是不能打到眼眶以内 一定是把上眼皮拉上来 拉到眉毛 骨头这里 也是打往上打第8第2发 打到这里 但是我们把技术要经济 然后又打到这里就停了 然后这个也是 停拉一下不能按 然后拉到骨头这里才能开始按 然后竖的横着 横着 打就OK了 然后1.5头操作 它你操作的话 也可以操作下面 也是也可以操作下面 那1.5头大多是就用得到 是我们眼睛周围 跟我们的一个额头 因为它很多人是细纹 就在眼睛周围 跟它的一个额头上面 就可以了 我们整个超人脑操作就这样子 筋料这边的话 差不多也是一样的 它的整个头 分部位也是都差不多一样 那我们这边手也固定 但是 筋料它操作的话 一定是不能这样轻轻 轻轻这样操作 一定也要有点力 把这个肉往上推 你打圈的方式往上推 打圈的方式往上推 法力文要打外扩 外扩一直这样外扩 不要从这里打 一定是从这下面打过来 打圈这样打下来 但是不要从这里打 这是苹果鸡 你就围着它的一个颧骨 下面打上来就行了 轻轻刀没有什么 不是 金雕的话 没有什么禁忌的地方 这些地方可以打得到 然后地方可以打得到 但是不要 也不用很快很快地打 就慢一点这样子 去打 你会打圈的方式 打圈的方式打得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用 打往上提的方式 再去固定一下 就可以了 3.0头也是一样的 要3.0 就比如我们现在 4.5头做完了 那我们换3.0头 这里都会有对阵 插上去 按上去行了 不用左右摇 都是拔出来 也是直接拔 按的话也是直接按 3.0头的话 它下面操作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眼睛的话 就是不打圈 眼睛我们也是在眼眶外 往外拉 往旁边拉 要往旁边拉 眼睛的话 能量要开小一点 能量开小一点 一般的话 开到四左右 还有它的一个频率 你要根据自己的滑动 去控制 往上拉 然后 然后我们的一个 上眼皮 跟我们的额头连接了 一定要提上来 这样提上来后 然后再走 提上来后 可以走 提上来后 再按着走 就可以了 我们整个 控眼刀整个操作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说一下 它的一个 我们换头的话 要注意的是 我们换头的时候 不能一直按着这个键 操作键 不能按着这样去换 头一定是这样放开 放开它 拔出来 不能这样按着 因为它这样一直打着的话 你会干扰它的一个程序 所以我们要放开 放开了 擦好 拔的话 也是要把它放开 不能一直按着 不能一直按着 然后我们操身到 这边的 操作键 插头就是直接插进去 拔的话 就按这个下面的东西 按着就直接拔 直接插就可以了 我们雷达进到这边的手柄 我们接它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锁紧 一定要锁死 然后我们拆出来的时候 把它拧开 拧开后 直接拔 就可以拔出来了 然后要插进去 就要对准它 边缘这些凹槽 都会可以可以对准 对准插进去锁死 就OK了 我们它会有一个锁 你现在它是锁住的 它有个箭头 它它这上面会有个箭头 就解锁的箭头 往这边拧 往这边拧 直拔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插进去要看着 它这里有个凹槽 它里面对准它的凹槽 就可以插了 OK 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 我们整个讲解 就是这样 我们的设计 这是两个箭头 在箭头上 到这里 那么 开始 感谢观看